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拜不仅能培养谦虚恭敬的美德 透过礼拜才能与佛接心相应 猪头儿女见了父母或爷爷奶奶 招呼一声 表示礼貌 乃至朋友见面 互相招呼一声 就是不表情意 其实人都有一颗我慢心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常常不自觉把头抬得高高的 不肯低头 更何况是磕头呢 在佛光山有一座净土洞窟 出门高只有四尺 大家都需要低头才能进入 为什么不把门建得高一些呢 这样不是更方便进出吗 这样做其实是故意盖得低一些 意思是告诉大家 放下光高我慢 以一颗谦卑的心 才能见得到佛陀 一个愈成熟的人 愈懂得谦虚 就像倒碎预风时 变锤的欲低 所以呢 礼佛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身体做个动作而已 要进一步升华自己 用一颗英重恳切的心 学习佛菩萨的言行 修正自己的身口意 才能获得学佛的益处 成为一个行事端正 心意善美的人 可以再扩大心胸去帮助他人 让大家跟我一样 一起圆满人生 就更有意义了 所以礼佛非常重要 要学佛 更要行佛 这也就是礼佛的意义啦 今天比昨天 又多学了一点